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秘密老師謝彥均 謝老師 哈囉大家好 另外是歷史老師 陳喜鵬琪老師 鄭大哥大家好 以及藝人Kitty 鄭大哥大家好 Kitty叫林家黃 以及秘密老師 廖美蘭廖老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是活動的主持人Taker 哈囉鄭大哥 還有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 今天我們主題是 清明遺雲 遺雲 清明世界 火昏昏 這個清明 這個清明節 有人去掃墓 當然有時候都會發生科學 很難解釋的現象 我們今天所謂的遺雲 就要來談這些現象 那麼因為有人都說 沒辦法保守給做牙中火 就表示說 那你 我們看不到 但是很熱鬧 那麼最近有人開著 這個特斯拉的汽車 結果這個讓他非常的驚嚇 為什麼 Taker 我覺得 我們除了常常在講說 人有靈異體質之外 我覺得一些3C的科技用品 有的也是有靈異體質 因為他有的就很正常 但有的他也會發生 不可解釋的一些事情 像最近這個新聞 他就是說 有人開著那個特斯拉 那特斯拉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他最著名的 就是他是電動車 沒吃Q的 然後他中間有一個 非常大型的一個中控螢幕 所以他的導航 就非常非常清楚 那就是有人呢 他可能剛好開過了 一個無人公墓 那照理講 他在開這個無人公墓的時候 在特斯拉的那個中央的那個導航螢幕裡面 照理講 就是只有他的一臺車子的本身 然後旁邊應該就是一些建築物的一個圖示 但是他沒有想到 他有看到有行人在走動 就在他的左前方跟右前方 但是其實明明他現場在開車的狀況 他有把現場的那個行車紀錄器 錄下來 其實是完全沒有任何人的 但是在他的那個中控螢幕上面 因為特斯拉有個特色 就是如果人靠近他的那個螢幕會顯示有人 就提醒你說旁邊有人要小人 但是他明明在開車的過程當中 而且那邊都是公墓 根本不會有人 可是他開過的時候 那個特斯拉的螢幕 卻顯示有人在他旁邊走動 但是這也不是第一例 對 在今年的二月份 其實也有另外一例 一樣也是這個特斯拉 然後他開進了一個那個隧道 明明這個隧道就只有他一臺車 可是這個特斯拉的中央的這個控制螢幕 依然顯示有公車在他的旁邊跑 所以要提醒他特別的留意 是 所以他覺得很恐怖 奇怪 我這個隧道就只有我一臺車 怎麼還會有公車在裡面跑 然後他等他出了隧道之後 公車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對 他在隧道裡面 公車是一直跟著他的 但是他出隧道之後 這個公車的圖示就沒了 這個其實就是讓人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很懸疑 那當然除了我覺得 除了這個新聞之外 我這邊還有可以一個有一個可以補充的 最近很多人都會玩那個手機 對 手機有時候我們對著人自己 他就會出現那種比如說狗狗的臉啊 或者是貓的臉啊 曾經也有人去做測試 就是我一個人在電梯裡面 但我就一個人 那如果我把這個手機的這個這個這個濾鏡 對著我自己 我會是會出現一個狗狗的鼻子耳朵 那我如果把他轉到旁邊去會不會也會有 然後那個人他就真的把那個手機轉到旁邊 就發現一個 兩個 三個 但是電梯只有他一個人 他可能也是買到有靈異體質的手機 對 所以這個很沒辦法解釋的 好 針對特斯拉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麼這個雖然沒有人 但他們偵測到有人 這個特斯拉有解釋說 應該是雷達偵測錯誤 也有一種解釋說 是車子的系統故障 這是科學的解釋 對 OK 那我們都是消費者 我們如果就是說 他用這種科學解釋 如果是你 你會感受是什麼 Tag講的是說 他就是因為偵測錯誤 有出現不同的影像 對不對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出現一個真實的案例 是出現奇怪的聲音 那一起事件是他們半夜幾個車 重機的車友一起 就是去騎北宜 那在騎北宜的時候 他們他們就會前面用導航嘛 對不對 那用導航的時候 他就一直發現說 他的那個導航 因為有一點點反光的功能 所以他一直覺得後面就是有 有燈光照到他 然後他跟的那個距離 他快 那後面的車子也跟著快 他慢 後面的車子也跟著慢 那就覺得這個人很奇怪 那我那個朋友就非常的不服輸 好 你要快是吧 我看你能夠多快 因為他對北宜的路況非常的熟 他狂飆 飆到一百五六十這樣子 他想說我這樣子瞬間這樣子 一綠燈就飆過去 看你怎麼會跟 結果他後來是跟到了 跟到了之後 他就覺得有點毛囉 結果呢 就到了 就剛好就到那個平林那邊 有個紅綠燈口停下來 那停下來的時候 他旁邊就一堆也是小矛頭 半夜這邊飆車的 然後他的車上停到那裡之後 他就想說 他本來想說黃燈了 要不要衝過去 後來想想 算了啦 不要衝這個 他就這樣一念之差 就停下來了 就停下來之後 剛好對面有一台車狂 瘋狂這樣開過去 然後所有人都被那台車嚇到了 因為他是從那個死角衝出來的 照理來說 是根本不會有那個情況下 會有車出來的 而且會有聲音對不對 結果他衝過去之後 就在這個時候 他的車子 後面跟著那一台 沒有 他那一台車後來不見了 但是他車子導航系統 突然講了一句話 好可惜 不是嚇死 不是只有他聽到 所有其他小矛頭一起聽到 那些人一聽到狂跑 嚇死了 說話在車子 對 他就覺得 所以他後來把那一台 那個導航機賣掉了 他不敢再用 都沒有中 對 就出了一個 原本不可能會出現的這種聲音 而且不是只有他一人聽到 所有人都聽到 所以他後來覺得 這個實在是太毛了 所以像Tag剛才講的 那個是導航機 他偵測有問題 因為這是基建故障 但是你親耳聽到 他出現不該講的一句話 對 那個就非常奇怪 請教一下 謝老師 你覺得為什麼那個車子 會有人講話 說全可笑都沒中 其實基本上應該是說 他那個那個收音機來說 應該是有接受 應該說 他裡面的那個收訊的 這個訊息裡頭 有接收到靈異的訊息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就是說 通常有幾種情況 一種是我的人 人那麼視覺或聽覺上 接收到訊息 第二種是機器受到干擾 對 那麼受到這個訊息 比如說舉例我有一個 我有這個是我一個很熟的一個朋友 他在大溪 他每天晚上 他就是從那個 因為大溪 他那個路口是 下去是很斜的 所以他那天晚上 他記得他收完店 他說我那天開出去的時候 往下一走的時候 就一臺車衝上來 他那個感覺 他是瞬間想到完了 就是撞上去了 可是他眼睛閉起來 然後衝過去之後 那個車過去就沒有了 他一直 他很驚訝 他卻 我明明確定 那個車是對著我撞過來 可是就消失不見 對 那所以其實有時候 這個就是視覺上 第二種就是有些人可能在夜行 經過某些地方的時候 會聽到一些聲音 那這個聲音有時候 可能甚至有時候 也許會叫你的名字 都不一定 所以以前常常會晚上 如果聽到一些 可能聽到一些聲音 叫你的名字 盡量不要回頭 免得受到影響 那我講一個 我自己 我都沒講過的經驗 就是剛剛那個陳老師 在講北公路 那我因為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做房地產 然後我就是都跟臺北這邊 有一些大的建設公司 合作那個預售案 所以我都必須要 那時候血稅還沒開 我都那時候都必須要開北公路 那我有一次非常深刻的經驗 我也是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那因為那一次跟一家建設公司的老闆 就談了這個要賣的這個案子 然後就是回來的時間晚了 就是大概我十點多 差不多從臺北出發 經過新店的這個這個路徑 然後進入這個北宜 過了不久 我就覺得說前面的車的行徑 都是很正常的 然後可是我本來是路是很清澈 因為那一天並沒有下雨 然後路是很清澈 而且是夏天 前面的車 車速都是正常 車還是蠻多的 可是突然間我的前面就一團霧 那個霧就是前面的車 已經跑很遠 那個霧就突然從我前面這樣包圍 我旁邊也是霧 前面也是霧 我根本看不到前面的這個路 我就開霧燈 因為以前我們住宜蘭 會去裝那個霧燈 因為如果走北宜常常有霧 可是我覺得不對啊 因為有人超我的車 我是不是前面都是霧 旁邊都是霧 我看不到前面的路 可是旁邊的車還是這樣很快的過去 我又看到他的 隱隱看到他的尾燈 又很快的過去 那我想如果整個路段都有霧 他們不可能這樣開 因為會閃那個警示燈 然後慢慢開 慢慢開 可是超我的車都很快 然後為什麼我這邊就一團霧 然後我就我就警覺到了 然後我就聽到有人在唱歌 這是我第一次講 我都沒有講過 我家人我也都沒講 那是我的經驗 我就聽到有人在唱歌 那個這一個聲音從我的後座來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我在開車 雖然我會看到那些 只有你一個人開 對 我一個人開 但是那時候我一個人 那雖然我會看到那一些好朋友 但是我不想從照後鏡去看他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霧蒙蒙的 然後我從照後鏡看他 我覺得說我會不會發生什麼危險 因為北宜公路的路又很小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請你不要嚇我 那我就是說想要平安回家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搭便車 請你就不要唱歌 然後讓霧散掉 我就這樣講 結果真的霧就散了 他就沒有唱歌了 我就開 但是我還是感覺他在後面 然後一直到平領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他感覺他在後面 因為你會感覺到他在 你的身體 還有你 我就是知道他在就對了 因為我雖然不去看後照鏡 我覺得我知道他在 然後呢 你不要看 你手牽牽 不要 如果牽牽到就 因為如果是在平常 我會去看他無所謂 但是我在開車 我不想造成說我自己開車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善意 還是惡意 但是後面有說 如果你要搭便車 你不要嚇我 因為我在開車 那你讓霧散掉 那你讓我平安到達這樣子 那後來他到平領 他下車 你怎麼知道 你 因為我有那個體質 我知道他下車了 那他下車之後我就開始 因為我車上都會放大悲咒 他在的時候我不用大悲咒 因為我用大悲咒 他會很不舒服 然後後來到平領 我就看按大悲咒 然後慢慢開回家 對 就是我一個親身的經驗 是 我先休息一下 曾經有人傳 用大悲咒傳給我一個影片 那個影片是後面已經有一個墓園 然後那個墓園快要完成了 那前面這裡有工人搭著帳篷 正在造那個墓園 那工人有兩個 那不曉得為什麼會有一個攝影機拍 就是拍他們在造那個 我才搞不好是主人 然後工人真的有在動 也在講話 在工作 忽然之間有一個黑影就跑進那個墓園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 這種類型很多 我想請教謝老師 那是真的還假的 真的 因為我們基本上來說 因為我們可能看到的是上面一個墓 就是我們看得到 他可能在挖的地方 但是有很多地方 其實他在以前有可能他的下方 其實他也曾經做過別人的墓 所以他是不是只有我們眼前看到 那個不一定 所以我也曾經看過 就是在墓地裡頭 那麼工人在挖那個 然後就突然間 兩個人 你看得出來是人形白影 就這樣刷 就前後進到那個墓裡面去 我們也曾經有工人在挖墓的時候 其實正常來說 我往下挖應該只有挖到一幅棺材 但是爺爺曾經有遇過 就是挖下來之後 一二三 連續跌了三個 前後深度 就是深度其實只有差一點點 就比如說隔了一層土 下面又一個 再隔一層土下面有一個 那很久遠了 對對對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是他的爸爸 就是有一次我們那個華航飛香港 不是也是掉下來嗎 墜機 然後爸爸在那一次的空難走了 就像剛剛正大哥講的 那個太快了 所以可能爸爸不知道 他已經走了 他那一天得知消息說 晚上回去開門的時候 一開門他就聽到行李箱拉的聲音 就是爸爸回來 回來了 他就說那個門一打開 然後就一陣風過來 然後聽到那個行李箱 從他們家就拉進去 所以就是像正大哥講 他可能不知道他已經走了 但是他回家了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當下就一直哭 就說爸爸回來了 因為他也是下午收到消息 準備要回家把東西弄一弄 整理一下要去辦手續 就沒想到門一開 就是爸爸也回來 他就比較放心一點 當然以我有限的知識 我我看那個影片 不太可能是造假 搞不好也有可能是造假 那我想請教 秀老師就說 因為我們常常說 門阿寶有很多模型的 對 在那裡是真的不真的 因為我們必須這樣講 以這個地理風水上面來說 他其實跟太極的這個道理是一樣 太極就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也就是說在某些區域裡頭 如果這個地氣磁場 他是比較陰的這個磁場來說 他就會有很多所謂的 可能往生的靈體 他就會聚集在那個地方 那相對的像我們人就習慣 這個大都市大家可能聚集 聚集在這個地方 所以有些地方是屬於陽氣 比較盛的地方 尤其是陰氣比較盛的地方 那大部分做墓地來說 他有一個原則 比如說我們看出去的方向 如果他的那個水口 就前面的那個山交叉 如果是有交疊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就是適合我們居住的環境 但是如果你看出去 他是屬於開打開的 這個情況下來說 就是適合做墓地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風水 有什麼叫 是因為他那個那個山 通常出去之後 他會有的延伸的這個所謂的扶手 所以龍穴砂水 龍就是這個所謂的氣脈走的方向 穴就是我們這個可能墓地 或者是這個房子的這個地方 那砂就是左右兩邊的山 有沒有包圍起來 最後就是水流有沒有經過 因為有水流的地方 才能夠這個所謂的聚長 所以基本上來說如果前面的這個這個 所謂的撒手就是山 他沒有交疊的時候 沒有交疊表示 他這個沒有辦法聚氣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他比較適合做所謂的墓地 但是一旦他有交疊的時候 這個可能我們做我們居住的環境 來說就比較 廖老師曾經講過說 晚上海邊他不去 然後山他也不去 對不對 對 還有哪裡不去 大概這兩個這兩個 謝老師有沒有什麼地方 晚上你不去 晚上我哪裡都不去 晚上時間我幾乎都在 在 如果不是錄影的話 我都在修行 對 有沒有什麼 因為有時候我們也會出去去 比方說去海邊的餐廳 有海鮮餐廳吃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是沒有機會 因為我有做一些靈異節目的外景 每天晚上都會到各個不同的景點去 就是靈異的地點裡面去 我們像剛才講到那個拍照 那個我們就曾經遇過 因為現場比如說 我們這個一定要拍一個 今天要做那個 他後續的一些宣傳或什麼 他在拍的時候 比如說本來就兩個人 可是他的那個框框 就跑出其他的 其他的框框出來 我們也有那種 就是通常一個人在做實驗的時候 那鏡頭拍的 他照理他那個 那個鎖臉的那個系統 會一直鎖得他的臉 他一直鎖得他的臉跟旁邊的一個位置 那你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明明就是對著臉在那個 為什麼會那個地方 他一直在幫助他 那白天你有沒有什麼地方不去 白天 白天 我其實我這個人是百無經濟 因為我們修行的人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經濟的地方 鄭大哥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晚上我不去海邊 或者是去山上 因為那邊會有很多 我們一般人看不到的 那因為我常常在觀音店的經驗 就是說我原生還沒蓋廟的時候 我是不辦陰宅的事 可是後來我被迫要辦 就是要去辦人家的風水啊 等等的 就是會有求救的訊號 就是很多人 他要拜託菩薩幫他 包括有一些可能就是說 往生的孤魂 所以我去那邊的時候 我可能會有很多的請託 然後這些請託 我未必能夠接受 我未必能夠都去幫助到他們 對 因為這有一些就是說 來拜託你的人 你未必都能夠接受 對 我未必能夠就是說 受他的請託 那當然我就是盡量在七月份的時候 做很隆重的超度法會 來幫助這一些 就是說無主的孤魂這樣子 所以我會有做漢靈院 同歸所跟沐浴庭 讓同歸所 讓這一些無形的 這一些好朋友 也可以來共沾法喜 參加我們的法會 那因為平常我有太多事物要 要忙了 那菩薩並不建議我 就是說受這些請託的時候 你會有時候會忙不過來 畢竟我們還有肉體 還有陽世的眾生 我們需要幫助 那有時候我已經都過勞了 所以菩薩有說 這兩個地方 我盡量不要去這樣子 很多人黃昏 就看夕陽很浪漫 所以我其實老師在看沒有浪漫 不要 後來我們先休息幾個小時 嗯 好 那麼這個 因為少王 那這個請教謝老師 有什麼我們要注意的嗎 一般觀眾朋友 可能到墓地去的時候 有一些地方要稍微注意 通常現在墓地 大部分他很很方便 就是車可以停到旁邊 然後你再走路進去 那首先第一個 觀眾朋友可能進去的時候 第一個呢 凡是經過他這個旁邊 只要他不是水泥地的時候 都麻煩你們盡量 經過的時候盡量說 潛意識以後 就是你默念說 不好意思借過借過 為什麼 因為其實有時候 有很多目的 他是挖起來之後 他又再做 除非是公墓那種很規劃的 所以有時候盡量避免 就是可能你不小心 可能踩過去 你自己也不知道 第二個凡是看到有些 比如說石頭或任何東西 不要踢他 因為我曾經遇過很多人 他現在看到一個小石頭 他一踢 怎麼會踢到那個 那個石頭 定在那個地方 他以為是可以踢走的 結果結果他不知道 回去之後 他那個整個腿就一直腫 一直痛 後來才知道 後來再去那個地方 然後他就問 然後他說怎麼辦 後來就叫他去那邊 再去拜 拜之後才發現 那個石頭 其實不是 以前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大人 可能往生的時候 他會立墓碑 可是小孩太小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 他挖一挖 用個石頭塞在那邊 他就把他當墓碑 所以可能你自己不知道 你去踢他 比較將就一點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他可能觀眾朋友 就是基本上進去的話 看到有活的東西 不要踩 雖然你可能會害怕 比如說可能有一條小蛇經過 或者是有個青蛙或什麼 不要去踢他 不要去踩他 因為在墓地裡頭 通常以前認為說 如果有那個蛇經過的時候 那蛇其實他基本上分兩種 一般的想法裡頭 就是把黑色的 青色的代表這個所謂的 可能在附近的好兄弟 因為墓地裡頭 有時候棺木 棺木裡頭會躲一場蛇 對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白色的蛇或金 那種比較白子型的 就是比較透的那種 通常那個民間的說法 就跟土地公比較有關 盡量不要去去踢他或踩他 有時候反過來 可能 看到爪是土地公 有時候他們就是民間 有很多說法 就是踩他 把他踩死之後 回去之後就出現惡劣 所以這個都是要稍微注意 那最後就是可能到墓地區的時候 你凡是經過的地方 不要平頭論足 因為有的墓碑 真的是人家 可能墓做得很漂亮 有的做得真的 可能已經年久失修了 對不對 有的上面可能還會有照片 照片 這個好醜 那再會說 這個很漂亮 其實這個都是很忌諱的 好漂亮是稱讚 不行啦 不行啦 不可以啦 黑漏了不好 不行啦 這個TEC 這麼可以到 那個都會有問題 國體可以啦 人可以 那都會有問題 因為為什麼 因為曾經就是有人在墓地 經過的時候 看這很漂亮 再看很年輕 然後他想這麼年輕 就死掉很可惜 回去之後 晚上就被就被纏上 就被纏上 纏上 因為他每天晚上都來 因為他想說 他沒有結婚啊 你你又 剛好又覺得我很漂亮 對 他就晚上就來纏他 所以基本上 所以為什麼到墓地去 盡量不要隨便的起心動念 這樣才能夠避免一些所謂的 要心存敬畏 心存敬畏 對 謝老師講的 那個墓地 其實到鄰谷塔 好像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 對 我們有一次拍戲 就是在鄰谷塔拍 然後在那裡拍的時候 就有一個工作人員 就有看到一個 那個人應該是頭有受傷 然後因為他受傷 可能縫得不是很漂亮 然後那工作人員 就有開了一個玩笑 說這誰痛 痛得這麼壞 我們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那個拍到一半 那工作人員莫名其妙 這邊就流血 可是他不知道 他去撞到了什麼 然後那個位置 就跟那個照片的那個人 那個位置是一模一樣 然後他一流血的時候 所有人都不知道要講什麼 因為他剛剛就是開了 這個玩笑 就說這不是像天的 天才這麼壞 然後他講完沒多久 就這樣流血 我們就所有人在那個地方 因為我們又在鄰谷塔裡面拍 然後其實我們在那個地方 還有很多所謂的 我們說是老師 就是大體的老師 都還在樓下等待 要要進行那個解剖 所以可能是不知道 講了什麼話 然後讓讓他們不舒服 他就當場立刻 所以真的不管在墓地也好 或在鄰谷塔也好 其實都不要去開那個玩笑 那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我們掃墓的一個要注意的就是說 也不要叫全民 比如說叫鄭鴻儀 這個全民這樣呼喊 這樣叫都不好 然後太小的小孩 也盡量不要去墓園 比較容易去打到驚 對 看不到 但是他回去就發高燒 這一類的 再來就是孕婦 掃墓也盡量不要倒 因為你身上有那個胎 有胎齡在 有時候就會容易產生那一種慘惡 流產啊 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感情不好就直接叫蔡又欣 想分手那個時候 都叫我命好了 其實還有一點就是 如果真的沒辦法 因為有些人是 真的說家庭沒有辦法 就是說只能他去 因為其他人可能都不在 去外地做生意 老公什麼都不在的時候 那孕婦其實基本上 以前民俗上面會叫他綁條 紅色的紙 把他保護胎兒 那另外還有一點 觀眾朋友可能去墓地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墓碑 有被人家做記號 你自己要注意 那是什麼意思 因為因為有些 有些時候 我曾經看過 就是說在墓地頭 有人在那邊修陰法 修陰法的時候 他就在幾個墓碑上面做記號 那做記號其實有的不同 但我那個他是用白色蠟燭 白色蠟燭的蠟油 然後就是他點蠟燭 每個墓前面 他都點兩個白色的蠟燭 然後再用蠟油抹在每個墓碑上面 只要他有抹過 那個就是表示他在 那個地方做過法 那當然我其實那個後來處理 他就怎麼辦呢 因為那個那個部分 那個我是立刻就是請 就是主要的 那一個那麼去聯絡 其他被做過法的墓碑 然後每個也都去請 然後之後就是讓他就是去找 當初做法 吸取他這個低氣的這個使用 就是那個做法師 後來當然基本上來說 就把這個法術反撲回去了 他做那個法要幹嘛 那有的人想要就比如說有的人要通靈 對啊 我想他比如說我可能人家這樣問 不太準確 那好吧 有些人就有些有些 比較走偏 他想快速那個 我就也許像有的人 甚至還有人就是棺材 趴在上面吸 他的那棺材的氣 有人這樣做 不是改運嗎 他可以改運 但是也有人他希望快速能夠 能夠感應到某些東西 趴在棺材上面 可以吸什麼氣 他們叫採氣 採氣 可是那已經是墓園了 對啊 但是基本上 他們有時候就會挖 就挖出來 然後就趴在上面吸 他有時候 甚至以前早期的時候 很多人這一睡 就是一整晚 大半晚 我曾經遇過一個老師 他後來他不是只有嘴唇發黑 發紫 他是整個 整張臉都紫黑色 大概有時候 我就 為什麼 為什麼 對啊 因為我都覺得他有點軸火入 軸火入 對 因為他整個那個氣 他吸得太多 可能對自己身體 也許對他的身體 也產生一些 濕毒 對 搞不好吸到濕毒 鄭大哥 我這是存在的 像謝老師說的修陰法 我小時候我就知道 就是說我們宜蘭有一個 我們認識的長輩 他就是修陰法 他會到 因為我媽的娘家的在立者檢 旁邊就有那種墓園嘛 就土葬的那種墓園 那以前的小孩是腰折很多 醫學不是那麼發達 我們小時候 然後他們就用一個青菜 一個酒頭 動作他的墓碑 不要花那麼多錢 對 那有一個長輩 就是說那個長輩 然後就蓋一個土地在身屋邊這樣 那這個徒弟也大概一二十歲這樣 他都會去問我 捕那種小孩子夭著的屍骨 把那個小孩的屍骨拿來台地 他們到的房間 大門要進去那個那個有沒有門檻 他的台地的腳 然後修陰法 就養那個小孩子的靈體 就是修小鬼這樣子 他就開始給問書 然後學那個符子 要給他們放符子 就就那時候 他有一個就是很漂亮的婦人 就被他們放符子 每天都自己跑去 他們家睡覺 就修這種比較邪門的 這是我們小時候都都知道的 而且知道這個 你可不可以教Tek 修一下 Tek不用修 他那麼熟 就有很多人去找他 我的門檻都是放真的啦 都是放真的 OK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老師說從來不頭痛 但是有一次是連續頭痛四天 對 這個基本上來說是這樣 因為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有些老師 可能自己就是說 不平常時候都沒有怎麼樣 突然間有那個時候 他就會有一些感應 其實這個是我家裡頭真實發生的事情 因為那當時有一天就突然間 我就發現頭 左後方這個地方 頭劇痛 劇痛 可是通了一會兒 通了一會兒 大概通了一兩個鐘頭之後 又停下來 我想說可能也許是突然的吧 那可是問題是第二天又發生 第三天發生 我就覺得不對了 我就趕快打給我爸爸媽媽 我說我想問一下家裡頭 有沒有人就是頭痛 媽媽說有啊 就這兩天我們都有頭痛 我說是不是左後方 後腦勺這個位置 然後大家就真的啊 你怎麼知道 我就說那還有第二個 這個就是今天開始有沒有人開始肚子痛 有 他就好 那我就說那你要不要趕快打電話 問一下另外一個叔叔 問他家裡頭有沒有一樣的情況 就打去之後 叔叔居然問說 你怎麼知道我們家人有頭痛 肚子痛 後來我就說 我們家的祖焚被破壞 那他們就真的嗎 我們就好約明天隔天去現場 然後隔天我們到現場去的時候 發現就是說那個地 因為他有被盜賣 盜賣之後 有人就要在後面要做他們的東西 所以他就開挖 在後山 後山開挖 開挖之後 如果我們看上去的時候 他三型是這樣 上面這個代表頭型 所以他在後 左後方 這個地方開挖之後 就變成我們就是頭部這邊有劇痛 是這樣 對 那肚子痛呢 那我們是 後來我就帶我父母親 還有我的叔叔 就到墓碑的下方 比較遠的地方 我說你現在看上去 這個是頭 那個墓碑就是臉 有沒有發現整個墓碑 整個變蒼白 整個變白色 反白 然後他我就說 以前來沒有這個樣子 突然反白 那個我們人在痛的時候 是不是整個臉色是蒼白 痛到發白 我說這個就是他這個墓碑 他地氣受到破壞 那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他再下來之後 他像我們的身體 再來到腹部這個地方 再下來的那一塊 剛好人家就是在後山開挖的時候 他那個樹木要脫下來之後 沒有地方放 就放到那邊去 那個位置剛好就在胃腸腹部的位置 所以其實觀眾朋友呢 其實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像我講是大的一個環境 一般來說 像這種墓碑的話 墓碑的話 他有分 如果你的墓碑被破壞 有裂開的時候 觀眾朋友回去 就是可能清明掃墨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幾個點 墓碑 墓碑上面這個圍 上圍這個地方 如果有被破壞的話 家人可能會發生像車禍意外 頭部受傷的情況 如果是背的這個左右側 這個最邊上 邊上的時候 就象徵什麼 象徵我們的肩膀 手臂會有受傷 墓碑的中間 如果有受傷裂開的時候 那就是表示我的身體會受到影響 最後就是這個桌子的部分 桌子的部分 也代表我們的腳跟膝蓋 好像一個人坐在那邊 腳跟膝蓋是凸出來的 所以你的貢桌上面如果有受到影響的話 第二個 我們現在看到後面這片山 有沒有這個樹 這樹呢 基本上你會發現 他比如說 他是不是都平均 比如說你正常來說 應該是這樣都很茂盛 那這樣子家族裡頭 表示都很興盛 因為我們族在看風水的時候 以我站這個位置 大房 二房 三房 你有沒有發現中間這個 他凹下去 就只有中間凹下去 二房不好 二房受影響 而且再往後看的時候 高壓鐵塔就在那個地方凸出來 高壓鐵塔又代表 胃腸胃方面會受到影響 所以他們的胃腸腹部會受影響 那只好叫臺電牽走 沒有沒有 他其實他把那個樹 如果那個樹能夠種得起來 氣可以補得起來 進去 對 像我最近就有收到一個 一個請託 他說他們去掃墓的時候 聽說那個樹上面 就是出了一個蜂窩 很大的蜂窩 然後結果他的小孩子就發生官司的問題 目前是受到影響被關起來 所以他想說這個是不是會那個 所以墓地的很多現況是可以看得到的 比如說這個墓的後方 墓圍這個地方整個這樣凸起來 這個地方如果他有出現凹陷就突然間塌下去 那塌下去的時候 你就要稍微注意 比如說這上面的這個塌下去的地方 一樣他是大房 二房三房會出問題 第三個是什麼 就是上面的草 如果他是整個窟房 但是這個你就要去看 或者是他只出現局部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所以他只在某個地方窟房 那個表示內房的這個氣粗的問題 所以觀眾朋友 大概你去掃墓的時候 可以稍微觀察這個所謂的墓的形狀 周邊的環境 然後再來就是上面草的顏色 如果你發現那個草窟黃以後 你發現那個不是正常的情況 比如人家如果是什麼區公所來灑農藥的話 那個沒關係 但是你會發現拔起來之後 他的根下面是黑的 深黑色 那你就要注意 他這個表示你這個低氣有問題 出了問題 所以通常有時候在子孫身上 就會出現一些影響 其實有時候很多人喜歡種一些 你現在看到這個都是這種類似韓國草 說比較短的草 一般很忌諱就是種什麼 種花在上面 尤其很多攀藤的花 他那種花基本上來說的時候 他暗示什麼 暗示會有爛桃花 子孫會出一些問題 根須又怕他往裡頭長 因為這種有時候 他根會竄 竄到棺木裡頭 你的棺材後來該打開之後 哪個地方被那個樹根殘上的時候 家人的哪個部分 就會受影響 謝老師講的那個是真的 我曾經去就是被請脫一門的風水 他們家全部骨癌 全部骨癌 就是我說這一定是風水的問題 我幫他們看了 結果這就請那個托公安 來挖那個墳墓 結果就是他們已經時間到了 我說你們多久沒求過 他說十幾年 我說一般六年 你就要求金 你都沒求過 結果那個打開 他就是旁邊有種手 你知道嗎 手的金都藏在那個祖先的 那個骨頭身體裡面 全部亂竄 結果他們的 都中十幾年 好可怕 對 全部都骨癌 對 就是風水問題 浪在這個味道 冬茶裡面 骨頭還把他們的骨頭還抖起來 所以子孫都是骨癌 想要那個畫面就知道不好 那這個陳老師這邊 因為我們去掃望 我們都會跌望著 聽說它有由來 對 那先講一下這個木子 壓木子 就是我們去掃完木之後 就是拿土或石頭 把那個木子壓上去 有些是黃色的 有些會有五顏六色 那五顏六色的是全州人的習俗 那漳州人的習俗 或是客家人習俗 就是用黃色的 那他這個 這樣的一個習俗 不僅是宣告說 這個木是有子孫在掃墓 有人管理的 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對那個長棉於地下的祖先 也有意義 因為他在告訴其他鄰居跟鬼神說 我有子孫拜喔 你不要欺負我 你敢欺負我就叫 我就託夢給我子孫 叫他來對付你喔 所以其實他這個壓木子 這個動作 無論對活人 對死人而言都有意義 那他有兩種由來 那其中一種由來 跟漢邦 漢高祖劉邦有關 那據說劉邦打敗那個西祖 霸王項羽之後 他回到家鄉 依頸還鄉 但是他回去之後 卻發現他找不到他爸媽的墓 因為戰亂影響之下 那個墓就有點被弄壞了 再加上以前那個墓碑 做得比較不好 風吹雨打之下 就很容易糊朽了 找不到了 那找不到 他就覺得很難過 我想要連拜我爸媽都沒辦法 那他的部下 一看到皇帝難過 就說 就吆喝說 來來來來 大家趕快幫皇帝找 結果到處找 他們從白天一路找到傍晚 日落 眼看著太陽就要下山了 還是找不到 那這下子怎麼辦呢 劉邦也覺得這樣不是辦法 總不能叫這些大臣陪我參風 露宿 在墳墓那邊睡覺 對不對 所以他就想到一個辦法 他就把他袖口上的布 把他撕下來 撕下來之後 用寶劍把他切成一片一片 然後變成碎布 然後就像天地 注蹈說 那個上昌 那個土地公 還有爹娘 那我現在把這些碎布 往天空飛 如果你們有靈 請幫我吹 但是吹到其中一片 吹不動的話 我就知道墓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注蹈完之後 就真的往上灑 就在這個時候 風真的吹起來了 大部分的墓都被 那個布都被吹遠了 結果其中一塊布 就到一個墳墓那邊 就定住不動了 那劉邦過去看 果然是他爸媽的墓 所以後來就好好整理整理 然後後來在整理完之後 就一樣還是拿那塊布 把他壓在那邊 這樣子以後 下次明年來掃墓的時候 才知道在哪裡 那後來這個習俗 被民間知道之後 就不知道 不過劉邦如果當了皇帝 應該是祖墳 都修得很漂亮 那只不過是早期劉邦是用 用布 對不對 那後來到那個東漢 蔡倫有發明紙 大家覺得說要有紙 就順便燒紙錢 就順便壓一下嘛 所以這就後來就成為壓墓字 那另外一個呢 也是跟那個 也是跟皇帝有關 就是唐高祖 李渊 那過程大同類 大同小異 但是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說 他後來回去找他媽媽的墓 因為他媽媽後來過世之後 被葬到亂葬岡 那你知道亂葬岡 就不一定有墓碑 甚至有時候拿顆石頭就這樣 那怎麼找啊 那因為完全找不到 因為全部都是亂葬岡 那怎麼辦呢 那那個李渊帶了一堆紙錢 想說好吧 我燒不了給我母親 那我就撒吧 總 媽媽總可以拿得到嘛 就他這樣一撒出去的時候 風一吹 就風吹起來之後呢 所有的紙錢都被吹走了 就只有其中一張 就順著風這樣一直在某個地方旋轉 是不是剛好遇到龍捲風 我是不知道 但是很奇怪 就剛好定在那個墓 那李渊看了一定很奇怪 奇怪 怎麼就這一張沒有被吹走 就留在那個地方 過去一看 他媽媽的墓 對 就很神奇 所以後來他就覺得 這一定是他媽媽顯靈了 所以後來才會 也有就是說 把這樣的一個紙 就繼續壓在那邊 那也就是後來流傳到民間 成為壓木紙的由來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不過剛剛啊 這個陳老師有講到 我這次才知道 張舟是黃色的 對 黃色的叫黃胡紙 那個泉舟的話 是五顏六色的 叫五色紙 五色紙 對 因為我們早期有張泉 泉舟 噴得很清楚 Kitty的姊姊是有通靈體質的 對 未來就沿著老師的講一個 就是也是有關 折這種紙的事情的 就是像我姊姊她是靈異的體質 那像現在清明 像現在清明節或是到了七月半的時候 她就說她真的就沒辦法睡覺了 就有很多有形無形 看得見或看不見聽到聲音的 就會來找她 那像就是因為像我們家就是到了清明節的時候 像我媽媽就是會開始折一些元寶啊 因為很多人不一定會買的 會自己折或甚至於像我們會折比如說帽子 然後衣服 鞋子 然後到了就褲子嘛 然後就是到這個時候 說我們就全家就會一起幫忙折嘛 那我們在折的過程當中 我們通常也不會想到說要去配一套 就想說就有帽子就折帽子 鞋子就折鞋子嘛 那清明節的時候 媽媽就拿去燒 好啦 到了晚上 我阿公就來講了 為什麼不把我都配一套的 我怎麼掃了鞋子 我會呢 我穿整宿比較好看 比較鞋子 沒了呢 可能怎麼會減一項 三個 哪會減三項 然後我們還想說原來是要把他們配好一套 一套一套的燒了 他才會收到是完整 不可以配散的 不可以折散 然後後來我們在事後才在補 才在補折 然後也不能說拿去廟裡隨便燒 我們還要再回去祭拜他的地方 再把它燒掉 阿公會來找姐姐嗎 會來找姐姐 然後就像我我姐姐體質到 就是到了也是清明節的前一天 然後就是他就會有祖先就會 因為他說他只聽到聲音 那個沒有看到人 妳阿公算好相處 怎麼不敢買補折或是那種的 要求太高了啦 自己寫給他 然後就是會有 我姐想說 到底是祖先還是哪一個 阿公還是什麼 就跟他講說 要吃雞腿 我一定要拜雞腿 我一定要吃雞腿 然後我姐說 雞腿 雞腿 可是他就一直強調說一定要雞腿 要擠過那種 要瘦瘦 然後我姐就說好 因為我姐說 他說有很多零是他看得見 或是看不見 他說這個零是他看不見的 他只聽到聲音 所以他不知道是 是不是阿公 是阿公還是祖先哪一個 後來他就打給我爸 跟我爸講說 爸爸 我不曉得是誰跟我講說 愛吃雞腿 愛吃雞腿 然後我爸說阿公 阿公愛吃雞腿啦 你爸爸知道 我爸知道 然後我爸就趕快跟我小叔叔講 結果小叔叔說 我還真的沒有買雞腿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在祭拜祖先的時候 祖先有時候 其實會來找我們後代的子孫 就是體質比較可以通靈的 他就會藉由這個方式 然後來跟我們後代子孫溝通 真的喔 他喜歡吃什麼 還會回來要喔 會 會回來要的 這樣我也要了解一下 鐵哥 你是要吃什麼 我剛好有給 鐵哥本來差點拿出來 沒有啦 後麥嘛 之後啦 之後啦 之後未來 未來 未來 我們人告訴你 人家是早餐的 中餐還是晚餐 對不對 大家還不是都要去 對 對不對 遲早的事啦 了解一下 所以鄭大哥 你可以寫起來 你可以先寫起來 好啦 好疼啦 好 那Tag是演過戲 然後說這個工作人員 有跟你分享故事 我們內部戲比較特別 我們內部戲 其實就是在講顧墳墓人的故事 所以我們有將近半個月 都是在墳墓 天天去 然後要去拍的前一天 工作人員就有特別叮嚀我們說 因為我們拍戲的場地 比較特別 所以盡量不要嬉笑 不要打鬧 然後也不要聊天 因為通常我們在拍戲 那麼多人 大家一定會講話幹嘛 我們通常 我們有一陣子都是用舉牌的 比如說要放飯了 那執行就會準備放飯 就用舉牌 就是我們也不驚動他們 然後也都不講話 因為我們都是在墓園拍 我們在那個觀音山那邊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要開拍之前 這個工作人員就有特別 跟我們講了一個 他自己的故事 他就說呢 他跟他媽媽有一年清明節去掃墓 然後掃墓完的時候 他媽媽就剛好眼睛看到旁邊 有一個木 雜草叢生 然後非常的髒 然後墓碑也都髒兮兮的 你知道媽媽嘛 就是有那種側隱之心的 想說這可能都沒人擺 要不然我幫他打掃一下好了 媽媽的好意是這樣 就我來幫他拚掃一下 所以媽媽就幫這一個坟墓 就是稍微打掃了一下 然後也幫他燒精子 然後也把本來要帶去拜祖先的 這些水果 後來有一些是沒有拜到的 想說既然人家這裡沒拜到 沒人家就拿來這裡幫他拜一下 所以他就把沒有拜到的水果 也拿到隔壁的 這一個比較雜亂的坟墓 去幫忙拜 幫忙清理 然後也是到最後 好像也是有像老師講的 褲蟲蟲什麼的 都幫他弄得好好的這樣 好弄完了之後 但是其實在這個整理的過程當中 他還有燒香 當時其實如果他們認真回憶起來 他們就發現 當時其實已經有一些狀況了 可是當時其實根本不會想這麼多 因為他都想說 我是來幫你打掃的 你應該也不會對我怎麼樣 可是他當時就有發現 譬如他在燒香的時候 那個香永遠不好點 點不著 我幫他燒金的時候 金鑽都黑白燥 就是我丟的時候 他都黑白燥 他媽媽就是又要再清又要再減這樣 但是當下其實都沒有想這麼多 因為當下他只是單純想要把這個粉墓打掃乾淨 然後點一個香 然後燒一個金 這樣子 回去了之後呢 我這個工作人員跟他的媽媽 兩個人就發高燒 發高燒就去看醫生 看完醫生說好了 但是忽然在好的那一個晚上 他就忽然發現有人壓他的頭 就一個壓力壓他的頭 然後他的頭這樣比起來 他就這樣看著媽媽 跟他媽媽講說 他他沒有辦法發出言語 他就看到有一個人就衝進來 然後就跑到他媽媽那裡 就也是像我們前面所講的 有一個黑影 然後就這樣咻咻 然後就進他媽媽的身體 然後他嚇到 但是他講不出來 然後等到那個黑影 進到他媽媽的身體的時候 那個壓力忽然沒了 他就跟他媽媽講說 你有怎麼樣嗎 你有感覺哪裡不舒服嗎 媽媽說沒有啊 怎麼有怎麼樣 沒什麼事啊 好隔天媽媽開始肚子不舒服 然後開始脹氣 然後也吃不下飯 然後媽媽就跟他講說 你長是不是有 給我問說我有怎麼樣 我今天開始那肚子都長得不舒服 然後就覺得渾身都不對 然後他就 我那個朋友就跟他講說 其實他昨天有看到 有一個黑影進媽媽的身體 就說我們要不要去 太害怕這樣子 去太害怕的時候 老師一看到他媽媽就說 你們剛掃墓回來 有在掃墓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他媽媽才說 我們就是看到旁邊一個夢 我們就幫他打掃了一下 他說不管那個夢有多髒 或者是怎麼樣 你們能不碰就不要碰 不要隨便去碰人家的墓 搞不好人家就是喜歡這樣 亂亂的 你不要特別去把他打掃得太乾淨 因為像我本身就是比較軟的人 我就是喜歡這種東西 那邊一件一件 我比較好找嘛 對他說搞不好人家 就是喜歡那樣子的模式 他說你不要雞婆啦 那人就說你是這麼雞婆要做什麼 所以他也要來跟你玩一下 就讓你知道說雞婆不見得就是好事 這樣子幫忙不見得是好事 然後後來老師也是幫他 小小小的媽媽才好 所以我們那個同事就跟我們講說 所以我們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你如果看到那個木有垃圾 或者是你看到那木很髒 你都不要動 你就是這樣走過去就好了 都不要去理也不要去做任何的事情 因為我們在拍戲 其實不容許任何一個工作人員 或演員受傷嘛 對 所以我們當時那工作人員 就跟我們分享這個故事 就告訴我們你到了目的 你就是好好把你的工作做完 你該做的事情做完 然後就誠心誠意的就離開了 什麼事都不要動 這不行 算是為了好嗎 對這一個在這個墓碑裡面的 這個亡靈 他不見得覺得你來幫我是OK的 因為或許他一直在等他的子孫來拜 人家一目不二拜 他在等他的下一代來跟他敬拜 你就把我弄 你就把我這樣子 那你拜的也不見得是我喜歡的 對不對 我覺得可以啦 就是你基本上清純善念OK 但是做一個動作 那一對那個那一對拇指 可能沒做一個動作 就是拔筊 你如果有給他拔一下有沒有 我幫你整理好嗎 對 我幫你整理好不好 人家好跟不好 就先跟你講啦 講了OK 你再去做 這樣子就沒問題 如果你有拔筊 他會說 太棒了 你拚我也拚了 拚那麼多就要 來 我先休息 互助啦 這個廖老師 弟弟是在賣車 聽說這個跟祖焚有關 生意 生意就是前 去年吧 就去年而已 去年就是 因為我弟就是說 他賣這個Toyota的車子 已經賣了二十幾年 他的生意都很好 然後大部分就客戶介紹客戶 然後他也升上所長 那是他因為要帶小孩的關係 他就跟公司說他當副所長 那我先插個話好不好 好 我那天坐一輛計程車 是 老實說那車有夠老了 然後我不好意思 我就想說我跟他看一下 那個里程多少 然後呢 他說不用看 我跟你說八十三萬多 八十三萬多 他說他開好像是十七年 對 計程車 是 你看Toyota做得好不好 對很好 所以我弟的生意都很好 一向都很好 他常常都掛第一名 然後就在去年的去年的親民節 前面兩個月大概國立的二月三月 然後他就跟我說姐 我 我們在掃墓的時候 他說姐 我這兩個月的業績好差 尤其這一個月都掛零 一輛車都沒賣出去 而且他底下的業務 他帶著沒人 沒人不會出去擺台車 就是說客人要買 結果都不買了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覺得都很不順 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就說可能要去觀音店問我一下 幫他看一下他的原神功 然後結果我們就在拜拜 我們掃墓的時候 都會全家包括叔叔的那些侄子 都一起去打掃去拜 就在拜拜快結束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們家的墓 墓碑沒問題 都還是很光亮 很很 就是金魚都很漂亮 然後也打掃得很乾淨 就是我們的墓碑底下有一個福祿壽 我一般會寫福祿壽三個字 我就注意到 我就叫我弟 我說志朋你來看 結果我們那個路 福祿壽的路 有那個金魚掉去 然後有裂一點點的縫 然後有一點點滲水 我說因為我們在三邊 然後我說這可能會比較有水溅 然後經過我們會臉書 所以那個落差 我就說我們趕快來補這個漆 然後我弟 我就因為我認識這個老師 就是轉門做墳墓的老師 然後我就請了一個來補金魚 當天掃完墓的下午 就趕快請他來補 你知道嗎 那裡就補得很漂亮 就很完整 我們稍微有就是幫他那個裂縫 處理 就在補這個金漆的時候 那一個師傅是一個女生 他說廖老師 我常常在窩窩看到你耶 我好喜歡看你就這樣講 然後我說謝謝謝謝謝謝這樣子 然後他那個欺捕完就說我剛好要換車 你們不是有一個叫RAV4的嗎 那個車子我想要換 結果就跟我弟說 你等一下跟我講一講 就牽了一部車 我就買了 那我都還不知道 因為我弟賣車 我從來不知道 他TOYOTA的車子的價格是多少 因為我忙我的RAV4是好車 對他忙他的一聽一百多萬說 你們車也百幾百萬說 對啊這個很暢銷賣得很好 就賣得很好 然後這一個女師傅就跟我弟的 牽了一臺車 他說我有一個朋友也剛好要換車 他也要換這一種 那明天下午你來跟他牽 就這樣補一個路那個字 就賣了兩台 兩部車 對 就兩台了 然後兩台之後 他就過幾天就跟我說姐 真的 周先生有保備 我現在他又有第一名 所以呢 因為那個七 對 所以那個那個就是剛謝老師有講 我們的風水墓地是是很重要 那我們去掃墓的時候要觀察一下 像我有一個客戶 他就是打電話來 就我都會給他們一些觀念 就是說我們去掃墓 不要單單掃墓注意一下 那他就打電話來就跟我說 老師 我們家的墓碑有裂痕 我就說裂在哪一邊 他就跟我講 我說到裡邊 真的 就是突然間他們的二叔 就離婚了 離婚之後有兩個孩子 一個國中一個高中 也沒事啊 就跟朋友就 就是有搭車子去基隆那邊玩 那在基隆的夜市玩玩玩 就朋友有一個比較長的 有開車就載他們 怎麼莫名其妙說有去搶劫 然後就孩子就被刮去關 管訓 對 就被抓進去了 然後呢這一個裡邊的 這一個他們的小叔 就突然間重病 那有一個孩子就是老大 老大是沒事的 可是就突然變得會打爸爸 怕老爸這樣 就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子 那後來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墓要修 然後我一去看糟糕了 不只烈喔 他還生蒸蹄 蒸蹄變黑斑 然後我就請了 我就說你們這個要整墓 然後後來就整墓 整墓了之後 我就幫他們看日子 墓園整 整理之後 我就幫他做了一個法師 就安定他們裡面的這一些祖先 然後就是很妙的就是說 在他們燒精子燒完之後 那一天是有一點當漏水 沒有下雨 然後現在金燒完 我們有灰燼 那灰燼有一點濕濕的 然後他就說老師 金燒燒完 有一個現象 我不知道好不好 快點卡電問你 他說因為我們法師座 我們先離開 他們還是在燒精子 我就說那我完成了 我先離開 因為有半杯 先杯就好了 然後他就說 他們那一些金燒燒完之後 他就是剛才他的膜 他的錢包忘記拿 他就再回去那個墓園那邊 要拿他的膜 他就跟他女兒回去走到 他們剛剛燒金的地方 那一些灰燼上面 全部都是黃色的蝴蝶 一片圓圓的在上面 都停在上面 好特別喔 對 好特別 他說滿滿的這樣 還拍照給我看 那我就 他就問我說這樣好不好 我說好 開始你們會順利 那後來就是 就後來就請律師去把那個孩子 不是被誣告說搶劫嗎 把他救回來 然後呢這個大兒子也不會再打爸爸 然後就做了去跟人家合作 那個起床 有嗎 本來做陶醉 要讓人家勾動也去起床 事業也很好 那爸爸突然生病也好了 就因為那一個 那一個墓碑這樣子 把他風水把他整理好就好 有一首歌叫蝶戀花 蝶戀花 蝶就是蝴蝶喜歡花 對 那為什麼蝴蝶會去修過金床 那真的很特別 對 因為蝴蝶有時候會是一種靈體的寄託 像我們有時候就是在廟裡面 像我們觀音店常常看到蚵蜜蜂 燕子都來煮草 在我的觀音店裡面 這些都會 他們都是有靈的 都是會感應的 有膝蓝 蝶常常是跟毛牛在修的 拳 蝔 我們常常在廟裡面會看到那個 蚵很大隻 對 都是在修的 是喔 好地方 對 okay okay 那Kitty這邊還有故事 對 我講一個就是主自然來保護我們的子孫的 就是我姐姐本身通靈的體質嘛 那還有一次就跟著她的高中同學在清明節的之前就相約了 然後高中同學開車一到的時候 我姐要上車的時候 他就看到了有一個人很高 然後也是穿著西裝鼻挺 戴帽子 還提了一個卡棒 然後他說他第一次看到靈體 是這麼明顯的五官 都清清楚楚 那個祖先就 應該是祖先 就指著那個車的左邊的後照鏡 就一直指 可是他沒有說話 然後一直指 我姐就想說什麼意思 然後我姐就問他同學說 你們家有祖先或爺爺 阿公很高嗎 然後我姐同學說 我不知道 他說他長什麼樣子 我姐就說長得就是眉清目秀 還蠻帥的 以老人來講帥 然後他同學說我不知道是誰 可是就兩個就雞同鴨講了半天之後 我姐就說 反正你就是這段時間 先注意一下 因為他那個同學很愛開快車 就是時數都是 只要是時數允許之內 就安全以外 有些都開一百多了 然後他那段時間就真的很乖巧 就是都是安全駕駛 然後到了有一天的時候 我姐突然電話想接起來 跟我說你救了我一命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前幾天啊 在那個路中間啊 我的車就突然失靈了 就這樣打滑 一直旋轉一直旋轉 然後到快要到了左邊的 就是那個安全島的時候 突然停 然後他說如果我是開時數很快的話 一撞上去的話 就是左邊就是主仙說的後照鏡左邊後照鏡 所以是他的主仙來告訴 請我姐姐告訴他說 開車要小心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冥冥之中 有時候主仙 為什麼你姐能通靈你不行啊 我不行 我只是有時候如果氣場磁場比較差的時候 會感覺到頭暈 那你會覺得可惜嗎 我不會 不會啊 對 不會很可惜 對啊 然後還有個就是像我姐姐她 等一下繼續說 好不好 好 來 先休息 剛剛還要再講 對 還要再講一個 我講一個就是 祖先不愛乾淨的 就是我姐姐她之前的工作的地方嘛 然後她就是會可能去不同的公司拜訪 然後就可能就有一些公司老闆 雖然因為她是小職員 她不可能跟公司老闆有攀談的機會 可是就是會挨一撒子點一下頭 然後之後她離開那個公司 就輾轉聽到那個老闆就過世了 那她也就是覺得緬懷 覺得可惜嘛 然後一直到了有一天 清明節的之後 她有一天晚上就那個老闆就到她的夢裡來 可是她就心想說 很奇怪 我跟你也不熟啊 可是你為什麼要到我的夢裡來 然後那老闆就跟她講說 你可以麻煩跟我的兒子講說 把我的辦公桌收一下嗎 真的太亂了 你請她整理一下 可是我姐心想說 我也去你公司拜訪過兩次 那這種東西也不是每個人都相信 那人家到時候覺得是怪力亂神 而且她也離開她現在公 就是之前公司那麼久 她怎麼又再去聯絡 然後我姐就想了幾天 想說可是受人之託 還是要受 受 受人之事 對 還是要拜託 人家就幫她一下 她就想了一下鼓起了勇氣 打電話給那個公司說 不好意思 我是以前那個 哪一個公司的舊舊的同事 那你們的老闆有來託夢給我 說要找她的兒子 可以請你轉給他兒子嗎 然後他就跟他兒子講說 你爸爸說他的桌子很亂 你不 然後請你把他收一下好不好 他看不下去 然後他兒子來說 對 我這幾天整理東西 我把所有東西都擺到我爸爸的桌上 所以就很亂 然後他就因此就聽了 趕快乖乖的收 收掉 然後到當天晚上 那個就是那個老闆 還來夢裡跟我姐說 謝謝 你有需要什麼嗎 我姐說不用 不用 不用 怎麼會呢 你怎麼跟人家要求 大樂透 不行啦 然後這個就可惜了 對不對 這個怎麼會可惜 來個幾號碼就好 不可能啦 就覺得有時候真的很有趣 那邊的人也關得事 說得很細 沒有 可是有些人有潔癖 就是喜歡 就是那個 僅僅有條人 就會沒辦法接受 是是 那陳老師這邊要分享一個 臺灣景美一個清明的怪案 對 那這個清明怪案呢 其實就是我們有在清明節 有時候會有檢骨的習慣 那在景美有一個居民 叫做楊金禪 那這個楊金禪呢 就請偷宮的檢骨師說 你在清明節那一天 我去祭拜 掃完木之後 就順便來幫我兒子檢一下骨 結果這個檢骨師呢 打開棺木一看 糟糕 不得了 整張好好的沒有腐敗 那就是所謂的硬絲 那那個偷宮要遇到這種硬絲 他們的慣例就是不再檢骨 所以他就跟他爸爸講 你這個是硬絲 我們就可能就先不要檢骨 但是他作為爸爸的 怎麼會想說我兒子怎麼會變硬絲呢 好來來那個看一下 就看了一下之後 就發現不太對勁 因為他當初他兒子之所以會過世 是他在豆沙店工作 老闆說他的手被那個機器嘎斷 然後血流過多而死 可是他看到的情形是 他兒子的臉上有一道傷痕 而且手不是絞碎的情形 是那個斷口非常整齊 那這樣的一個死因就不太 其 不太一樣了嘛 對不對 怎麼會這樣子死因不一樣 所以他後來就依照 偷宮那的建議說 就按照習俗先教燒酒 然後燒酒完之後 請照相師來拍照 存證 然後去那個鄉公所去調閱 那個死亡證明 結果死亡證明是調到了 一看更奇怪了 因為這個死亡證明上的那個死因 還有他遺體的狀況 跟他看到的 跟老闆講的 通通都不一樣 怎麼會有 明明是一個人過世 居然有三種死法 三種屍體狀況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他後來就第一時間報案 因為他後來有想到 他兒子剛過世的時候 他常常夢到他兒子站在床頭 然後在那邊掉著眼淚說 他很冤很冤這樣子 那時候他只以為說是因為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悲傷過度 因為白髮人送黑髮人嘛 想說自己是不是精神恍生 結果現在想想應該不是喔 應該是真的是兒子在託夢 所以後來他就去報警 那警方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呢 非常重視 你看嘛 死因完全不一樣 就已經很奇怪了 還有這種靈異事件 所以他派出了很多人第一個時間 先去驗屍 然後接下來就把相關人等叫過來 一個一個審問 審問的時候更奇怪了 他審問到老闆 老闆說 他們有一天在睡覺的時候 就是聽到樓下 這樣下去一看 結果發現他的兒子呢 就是手斷在旁邊 然後可能是操作機器 不當的結果 他們趕快送到臺大醫院去 然後人就 因為嗜血過多就死了 可是呢 當警方把這一番話 拿去跟他爸爸來做印證的時候 他爸爸說不對 因為他曾經去探望過他兒子 那個豆沙劑入口很小 那手怎麼可能噶進去 最多了不起手指斷掉而已 怎麼會整隻這樣斷掉 不太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 很奇怪的地方 第二個奇怪的地方是老闆說 他兒子是血流如柱 像躺在血脖之中 可是他去看他兒子的遺體的時候 發現他兒子身上 只有圍巾跟內褲 都沒有血跡 怎麼沒有血跡 你又說是躺在血脖之中 然後這已經是第二個 奇怪的地方了 第三個更奇怪的地方是 他的姐姐前一天呢 他因為他姐姐後來嫁去大橋頭 他就聽到有人講說 那個敵化街那邊 有發生凶殺案 有人死了 那那時候他也沒想到 死了干我什麼事 就隔天發現死的人就是他弟弟 那意思是說 他姐姐前一天得到的消息 就是說他 他弟弟是受到情殺而死 不是因為工作發生意外 也不是半夜而死 那問題是那個 為什麼會有情殺出現呢 好 那這樣聽起來 你們會不會覺得應該是老闆出問題 對不對 可是呢 警方呢 在也不完全 也不也不認為說 楊家沒問題 為什麼 如果你你的兒子遺體 是這樣子有出狀況 那你在下葬的時候 怎麼第一時間沒有發現 是太過悲傷 沒有注意呢 還是根本就忽略掉 當時這些疑點 你都不懷疑 對 你不懷疑 然後四年後 你才講說有問題 這不是也很奇怪嗎 好 那既然人證的說法 通通都不 都不聾 那怎麼辦呢 那就看物證好了 結果看物證之後呢 問題是沒有物證 因為那台機器 已經被銷毀掉了 那就這樣子死無對證 因為完全無法繼續追查下去了 對不對 所以後來這件奇案後來在警方的檔案之中 他們重啟調查 弄得陣仗非常大 但是無法繼續查下去 因為有人證 也沒辦法去查證 他的那個口供的虛實 有物證也沒有物證 所以後來被列為懸案 那現在還是在警方的懸案 那個檔案之中 廖老師為什麼是硬虛 不會讓 對啊 現在很多 有兩種因素 第一是風水的那一個穴位不好 那再來就是有時候 我們現在就是說 如果就是土葬的 有的會打防腐劑 打太多了 真的 就是因為有時候 就是按照 土葬為什麼打防腐劑 土葬為什麼打防腐劑 不是要讓他腐敗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因為我們在拉燙的時候 有的就會打防腐劑